韓國瑜 當上立法院院長 你的看法是甚麼 要特別恭喜韓院長 希望說國會未來對於高雄市的各項建設 能夠給予我們最大的一個支持 因為畢竟向軌道興建為例 過去台北獨會區的建築興建已經補助了6700多億 我想中部也好 或者是南部也好 對於整個相關的這個捷運的興建來促進 綠色的交通其實都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國土的均衡發展 過去長期以來的這種縱北清南 高雄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以高雄的碳排為例 我們有5370萬噸的這個碳排 83%都來自產業部門跟能源的部門 然後結果就是南電北壽 那台北市的碳排台1000萬噸左右 所以我認為我們在做整個區域的這個均衡的部分 應該要特別強調這個綠色的均衡 韓院長對高雄的問題 他其實也非常的清楚 也希望說在韓院長的帶領之下 能夠給予我們高雄市 這個來矯正這種長期的這種南北不均衡發展的這種狀況 給予我們最大的支持 那我也會等這個立法院就緒開始開之後 我會拜訪韓院長 希望立法院能夠支持高雄市 就這麼厲害了 我們下傳柱的某些地方 有時候會是關鍵的地方 就像是在張柳排台 我會按摩在這裏 那邊有時候會不會 晚點 我會不會 這是